吉安香公所日前获得花蓮池河宫高府千岁 开陵宫善心协会花蓮圣南宫 还有嘉义佛宝山天德宫 捐赠了一批善心物资还有千金的白米 嘉惠吉安香境内的弱势家庭 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各界宫庙 集结信众爱心与祝福 吉安香公所前摆满一包包白米物资 这些全都是来自各界庙与信众的爱心 希望能透过香公所设服平台 嘉惠吉安香境内的弱势家庭 池河宫管理会奉池河宫高府千岁胜誉 每年都会做慈善爱心活动 帮助结合所有信众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也感谢乡公所乡长的德政 依乡公所的对等倉口 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使吉安香变成一个快乐的城市 能够安大家都能够安居热业 那因为县府三级物资的发放也即将在即 那各类三级团体来捐赠的物资可能会在年关 会进来给我们的低收中低 所以这次的物资我们准备运用在 原住民的弱势家庭的身上 这样我们会立即启动这个 年前的关怀作业 这次所捐赠的物资包括有花莲池河宫 1200公斤白米 凯林宫散星协会400斤白米 圣南宫1080公斤白米 以及嘉义佛宝山天德宫 20份综合民生物资 希望能在农历年前将每份散星 亲手送到弱势家户手上 与工部门携手照顾弱势族群 记者徐立琴减香报导